大家好,欢迎收看布条素描习作 我们所需要的用具有素描画纸,HB,2B,5B铅笔,橡皮擦,软橡皮,纸巾和鉴笔袍 首先,用HB铅笔画出布条的外轮廓 需要观察布条外轮廓的线条角度,长度变化 可以用铅笔笔画出线条方向,再将其画出 然后用相同的方式一点点地把布条的皱褶线条画出 先找到一个起点,然后再慢慢延伸画下去即可 完成线条后,便可开始踩上明暗 虽说是白色布条,但光线和影子在皱褶上是非常丰富的 因为是右撇子关系,我们会习惯从左上角开始踩,避免弄脏画面 踩明暗时,可先用HB铅笔踩上大面积的明暗变化 然后用2B铅笔加强阴影部分 还需要注意布条的高光部分,并用软橡皮把高光擦出 若有更深的阴影,可再用5B铅笔补充 接着,就是需要考虑耐心和观察力的时候 做画时,画一小个部分便停一会儿观察布条 会更准确画出,可以想象每一个凸起的部分 当成圆椎体来表现,会更能体现布条的立体感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